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有民众参加桃源市政府的清洁队员招考,在笔市环节拿到了99分的高分,却仍然达不到进入第二关口式的机会,让他忍不住赏我是中立人脸书抱怨,竞争实在太激烈,网友在脸书我是中立人发文抱怨,他在参加桃源市政府环境清洁机查大队真事时, 第一关笔市拿到了99分的高分,笔市占比50%,加全后这名网友拿下了49.5分的高分,再加上他身为桃源人而有的10分加分,总分共有59.5分,没想到第二阶段口式的录取门槛竟然是60分,等于只有笔市满分的桃源人有机会拿到第二阶段的门票 网友也惊叹,这份工作明明很辛苦,薪水也才30k,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要,竞争也太激烈 有热心网友跳出来解惑,原来是因为笔市早就有公布提库,用新读提库想要考满分其实不难,而且清洁员是用期过后,薪水加上奖金有望超过40k,又是半公司的铁饭碗,自然吸引许多人趋之若无,不过也有不少网友批评清洁人员又不是靠笔吃饭, 为什么要考笔吃,不是桃源人就不可能通过,外地人干嘛报名,也有网友很酸,都内定的,被刷掉一定是没背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